就学佛之后了 明白了 事实真要搞清楚了 没有贪生的念头 也没有怕死的念头 生死明白了 这叫了生死 了是明了 明了生死是怎么回事情 明了了 明了就要干明了的事情 不能干糊涂事情 明了是我们这一生 身体死了之后 精神不死 怎么到哪里去 决定求生进度 这就对 哪里我都不想去 我就想到极乐世界 所以现在人他真的不懂 你在这社会 你想要什么东西 在服饰门中有求别 这个里头有道理 有方法 不使盲目去祈求的 像一般人的那种烧香祷告 这做不到的 他有因果 要知道 要知道修什么样的因 你得什么样的果报 我这一生 现身给大家说法了 我刚才跟你讲的 我们有财库里的空空 可是现在想做什么事情都没有问题 你问我一想不想做事 什么事都不想做 学释迦牟尼佛就想教书 像这样上课 那我像这样上课 我现在每天跟大家上四个小时 还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一些同学的时候 说年岁太大了 这是四个小时不行 要节两个小时 我自己都觉得很难过 四个小时对我来讲是正好 上午两个小时 下午两个小时都好 不累 不上课跟别人讲话 不是一样子就浪费时间吗 生命里没有财 不想了 没有寿命 没有寿命 寿命延长了 我寿命 他四十五岁 他今年八十四了 我这个延寿 延得比别人长 袁廖凡先生延寿二十一年 我比他超过太多了 去学佛之后了 明白了 四十一年要搞清楚了 没有贪神的念头 也没有怕死的念头 生死明白了 这叫了生死 了是明了 明了生死是怎么回事 明了了 明了就要干明了的事情 不能干糊涂事情 不能干糊涂事情 明了是我们这一生 身体 死了之后 精神不死 怎么到哪里去 决定 求生 这就对 哪里我都不想去 我就想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干什么 去留学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老师 那里有个好老师 那文书 普贤呢 观音师志 同学 在那个环境里面修学 一生当中 决定圆满成佛 决满回归自信 这是我们念念当中所需求的 成佛之后 在广度众生 像祝福如来一样 那个时候 有能力 有神通 变法界 虚空界 哪个地方众生有难 就可以到那个地方 去帮助他 真正得到自在 所以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佛法对这些道理 讲得太清楚 太明白了 所以这是灭苦 余利 那现在人如果说是不要佛教 反对佛教 那就是拒绝 我苦 你不要管 我受我的苦 你有好的利益 我也不要 不就是这个 拒绝了 这是 这是傻人 这不是个聪明人 那真的 他该受苦 他该受磨难 就佛在旁边等着 哪一天觉悟了 你在那找他 他随时等着 你不找他 他不找你 你找他的时候 有求别 佛对一切众生 是平等 没有厚词不比 真的是 千处祈求 千处印 又观世音 得大师 得大师就是 大师智菩萨 文殊斯理 弥勒菩萨 等 诸大师之所称 顾名大 这是句主大人 观世音菩萨 在这个地方 所有的名词 都是像 我们现在学校里头 一个扩程 他用一个老师 来做代表 代表一个学苦 他不是某一个人 观世音菩萨 学观世音 这个发门的人 很多 统统是观世音菩萨 学大师智 发门的 全叫大师智菩萨 所以大师智不是一个人 观音也不是一个人 那你要是找哪一个人 一定底下发信名卸上 某某某观世音菩萨 这样才行 要不然你找不到我 观音菩萨代表慈悲 大师智大悲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这就是观世音代表的 大师智跟文殊菩萨 都是代表智慧的 文殊菩萨的智慧 有提有用 大师智是特别在作用上 只有智慧才是最大的势力 为什么 它能解决问题 智慧解决问题 没有后遗症 所以是由败利而无一害 这智慧解决问题 弥勒也是代表慈悲 笑口常开 我们中国人 说着弥勒菩萨像 说不带和尚 不带和尚 临走的时候 跟大家宣布 他是弥勒菩萨才来的 说了就走了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中国人 说弥勒菩萨 都说他的像 诸位在此地 千万要记住一句话 现在这个社会上 造谣生死的很多 说这个人是什么 佛在来的 那个人是什么 菩萨在来的 当年我在美国 就听了很多 可是 这身份弗路 他又不走 那就是假的 身份也弗路 不管是自己说的 是别人说的 说出来 他马上就走了 真的 这一点不假 说了没走 假的 不是真的 这是佛法里头 一个规矩 如果要懂得 就不会上当 就不会受骗了 别人如果来说你 你是什么菩萨在来的 你也没走啊 说了你马上就死了 真的 说了你还活着在的 不是真的 这样的 骗人的 所以这个要懂 这佛法是 到底是真是假的 从这里辨别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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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8 9 5 6 6